巴村磊酸个屁啊,你们等我几年行不行? 这是中国男篮在兵败马尼拉之际混血球员冯奥说出的豪言壮语 一年过后,冯奥成功进入中国国庆,并且在比赛中上演了一季霸气格扣 这又让中国球迷重新燃起了期待 所以冯奥的体色数据到底什么水平? 他和巴村磊相比,数强数弱 冯奥身高2米04,臂展2米08,体重93公斤 由于冯奥年仅18岁,所以他还有一定的生长空间 而巴村磊身高2米03,臂展达到了2米18 从近代天赋来看,巴村磊的臂展要比冯奥优势大很多 不过,根据冯奥的爆料,冯奥的跟腱达到了38到39厘米 如果真的是这个数据的话,冯奥的跟腱那就要比字母哥还要出色 和巴村磊不同的是,冯奥完全来自于国内清训 尽管他拿到过蔡崇信篮球奖学金,但冯奥放弃了出国的机会 在新疆广惠青年队,冯奥还在去年拿到过U19冠军 而巴村磊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加盟了钢萨加大决 并且在钢萨加一步步从替补达到西岸联盟年度第一阵容 在巴村磊20岁的时候,他已经是NCAA厂军17.9分6.4篮板的顶级封线 所以现阶段的冯奥,无论是身体还是履历都要比巴村磊逊色一点 不过,现在的冯奥已经展现出了超强的潜力 在中国篮球如此低迷的情况下,无论他能否超越巴村磊 他都已经是中国南篮的希望